由OSM华原食品和华人工商共同主办 英龙传媒协伴的《让世界爱上中国》位 第三届中国食品展销会继第39届华人工商大展 于1月18日在波莫纳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 1月16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活动的相关内容 阿尔蒙蒂市副市长杰瑞·沃拉斯克 柔斯密市长马格丽特·克拉克 希克文纳市市议员洛伊德·强增 深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洛杉矶郡长巴格的代表等参加新闻发布会 本届展销会有60多个中国最新潮 最受欢迎的食品饮料品牌汇聚一堂 向美国消费者展示他们最具特色的代表产品 美国华人食品董事长王刚表示 2019年尽管处在贸易战的动荡之中 OCM的业绩仍然增长了近70% 尤其是纽约分公司业绩增长超过250% 在经过了2019年的沉淀和磨炼之后 2020年中美贸易的大门再度打开 市场更加广阔 OCM的业绩必将更上一层楼 2020年OCM洛杉矶仓库已经扩容到10万尺 纽约7万尺仓库即将启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新潮品牌选择OCM OCM代理的中国食品饮料品牌 一年内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亿元 美国英龙传媒总经理苏林舒婷在致辞中表示 作为在美华人食品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 OCM不断推广中华美食 迅速茁壮成长 成为在美大型食品进口商和分销商之中的佼佼者 预祝让世界爱上中国为第三届中国食品展销会圆满成功 Air Monte市副市长杰瑞·沃拉斯克 西可瓦那市市议员洛伊德·强森 盛盖博士市议员廖钦和 洛杉矶郡长巴格的代表许成武颁发贺壮 江飘飘海外事业部经理李继刚 申和唐海外事业部总经理David Hu 郝远来总经理John徐 亚迷网CEO周游 京东物流卢国宏也在发布会上做了分享 全美最大的中餐批发食品集团荣成食品 全美最大的亚裔连锁商超市集团HMR 全美第一亚洲食品电商平台亚迷网等高管 以及来自纽约、西雅图、芝加哥、休斯顿、盐湖城等 全美各地的餐饮食品批发 超市和餐馆业主们数百位来宾到场 还有特别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各大食品企业负责人 如香飘飘食品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李继刚 莫旭华先生 申和堂北美公司总经理胡志平先生 盼盼食品海外经理张林浩先生 中国新潮食品品牌北美第一站 首选OCM华原食品 OCM华原食品自成立以来 始终致力于将中国最流行、最新潮、最受欢迎的 中国食品饮料品牌引进美国 已经成为美国亚裔餐馆超市电商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报道